《云和无分别影像》 《云和无分别影像》 《未朽观行者受取如释》 《影像相依》 《不负观察简摘》 《即简摘》 《便寻思便思察》 这是解释 《便满所缘境识》 分四颗 第一颗是《有分别影像》 昨天讲完了 现在是第二颗 《无分别影像》 分四颗 第一颗是真 《云和无分别影像》 这个《修止观》的这件事 一定要有所缘境 没有所缘境 是不能修止观的 但是所缘境有种种的差别 这个《有分别影像》 这是一种 现在说到无分别影像 怎么叫这无分别影像呢? 这是真 下面第二颗是标 《未修观行者》 这是说修止观的修行音 《受取如是影像矣》 这个《受》就是接受了 就是听闻正法 或者是教诫教授 你从这里 你接受了这样的所缘境 这个接受 怎么叫做接受你? 就是你同意了 你因为这个所缘境 对你是合适的 你应该以此为所缘境 你应该以此为所缘境 叫受 这个所缘境就失掉了 所以你要是 你同意以此为所缘境 你要取它 这个所缘境才能出现 这个受取如是影像相依 就是你受取了这样的所缘境 这个影像昨天讲完了 这样所缘境的相貌以后 不服观察减摘 就是前边是有分别影像 那是观察减摘 即减摘 便寻思便思察 现在无分别影像 是不服观察减摘 不再去这样观察了 不减摘不即减摘 不便寻思不便思察了 不这样去观察思为了 不这样去观察思为了 事实上我们欢喜静坐 修止观的人 当然对这件事应该是很熟悉的 就是你这些前方便都准备好了 那么你盘上腿子以后 你心里面或者是先修止 或者是先修观 现在这个文的次第先说观 先说有分别影像 就是先说观 而这个观并不是一致地观察 假设你坐两个钟头 并不是两个钟头 一致地是观察 不是的 就是观察 对这个所缘境坐如是观 观圆满了 假设是修无恶观吧 你把这无恶观的意 把它观察了一遍 那么就停下来了 是不服观察 减摘 即减摘 便寻思便思察 是这样意思 这是标 下边就是 前面这是 言济于此所缘影像 以色魔脱形寂静其心 不观察了 那么你的心在做什么呢 你坐那里干什么呢 原来是在观察嘛 现在不要观察 不要观察你做什么呢 就是基于其所缘影像 这个影像还是存在的 就是你还是要意念这个所缘境的 以色魔脱形寂静其心 就用这个方法 色魔脱翻的中国话就是直 直行 这个心呢 是刹诺刹诺的向前进的 相须不断的在刹诺刹诺的 相须下去 叫做行 这个行中呢 我们呢 直观没成功的人 不修直观的人 这个心就是虚妄分别 也是刹诺刹诺的相须下去 但是一直在虚妄分别 做种种颠倒妄想 现在呢 要子行 怎么叫做子行呢 是寂静其心 就是不要乱动 你不要虚妄分别 就是所有以前的这一些 在色声相位处的 法上的 贪诺词的 这一切的虚妄分别 都停下来 所以虚妄分别 就是动 现在把这些虚妄分别 停止下来嘛 就是寂静其心 寂静其心 在欲界定初开始静坐 到欲界定成功 这个过程呢 有九种心相貌 九种心相 就是九种心相 心就是心 九种心相 就是你的心呢 有九个相貌 经过这九个相貌 令心安住 使你的心呢 安住在所缘境上 明经不动 不动 就是这样意思 这就叫做 无分别影像 这是标 这是标这个意思 第一个是正 现在第二个是标 现在下面第三个是解释 这个九种形象是什么呢 为令心内住 这是一个形象 等住 安住 进住 调福 寂静 是第六 最急寂静 是第七 义渠 是第八 等次 是第九 就是有这九个相貌 也就是九个次第 一开始是内住 那么最后成功嘛 是等次 这是欲界定的相貌 这是欲界定的相貌 这九注下边有详细解释 现在就是念一念就好了 比于耳师 成无分别影像所缘 那一位修行人呢 于耳师 于这九个新注的境界里边呢 成就了无分别的影像所缘 这个影像啊 就是你的所缘境 你在所缘境上呢 没有一些那一些虚妄分别 这就叫做无分别影像所缘 还是要有所缘境的 既于如师 所缘影像 一向一曲 按住其念 不乎观察简摘 其简摘便寻思便思察 世明无分别影像 既于如师 这个无分别影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位修行人呢 这样子 在所缘的影像上 就是所缘境上面 一向一曲 按住其念 一向就是一个方向 我们呢 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 我们呢 对于这个摄摩陀 没求成功的人呢 心里面 呼缘间想东 呼缘间想西 东南西北啊 视为上下 天下古今呢 我们也不想 这个向就很多个方向 就是很乱的境界 现在不是 也一个向 那么什么是它的所向呢 就是这个所缘境 这所缘境是你唯一的一个方向 你就对向这个境界 一曲 这个一向就是一曲的意思 用这个一曲来解释这个一向 这个曲啊 就是向前进的意思 你对那个方向去了 叫做曲 现在就是你这一念心呢 向这个所缘境是一个方向啊 你就一直对向它 向它那边去 叫做一曲 另外一个意思呢 初开始用功修圣阿陀的时候啊 这个定力是很小很小很小的 你能有三分钟啊 不乱就很不容易 那么就是由浮浅的定力啊 向深的定力去 那么叫做曲 就是向那边去 就是向等词那里去 就是由散乱的境界 向不散乱的境界的地方去 那么就叫做曲 也就叫做向 是这样意思啊 就是一直地向这里去 按住七年 不管是内住等住也好 乃至最后的等词也好 从而沿着你静坐的时候 修圣摩托的时候 要把这个念安住那不动 不要乱动 不要需要分别 就是这样意思 不服观察 减摩托 即减摩托 便寻思便思杀 不要去修观 修观是另一个境界 现在是修止 就是不修观了 师明无分别影像 这叫做无分别影像 这就是修止 应该这样修 要有九个次第 看这个批训计 就是不服观察 减摘等者 始终异显 于索圆镜 不舍不取 这里边说的这个 奢摩托的相报 就是两句话 一个是不舍 一个是不取 就是显示 这里边的道理 显示在索圆镜上 也不舍索圆镜 还不取索圆镜 这就叫做无分别影像 未于索圆 修观心仪 欢舍观相 解释这个不舍和不取 就是说 这个修行仪 对于索圆镜 修观心仪 你原来是观察 或者是无常理 或者是无恶 或者是不敬 你这样做观 观察完了的时候 观心仪 欢舍观相 又啊 气舍了这些观察的事情 不观察了 气舍了 浮于索圆思维子行 气舍了 只是气舍了那个观察 对于索圆镜还不能气舍 你还要意念这个索圆镜的 但是意念索圆镜的时候 只此而已 没有其他的虚妄分别 所以叫做 欢愉索圆思维子行 这个思维就是意念 意念这个索圆镜 因为你不意念 索圆镜就失掉了 索圆镜失掉了一定是有其他的妄想了 再不然你就是昏尘了 昏尘了的时候 索圆镜也没有了 你虚做种种颠倒妄想的时候 索圆镜也没有了 所以现在呢 也没有昏尘 也没有其他的杂念 但是意念索圆镜 这叫做思维子行 思维子行是这样意思 由于所缘子行转固 步兵为舍 由于你这位修行人 对于这个索圆镜 执行转固 就是你这个心呢 没有其他的杂念 这个寂静的心呢 在 出现了 出现一个寂静的心形 就是转 不明为舍 这不能说是弃色了索圆镜 这个索圆镜没有弃色 还在 寂于所缘 不作相故 无分别故 不明为局 虽然呢 心里面还有索圆镜 但是在所缘境上 不作相 不作无常 无恶 不敬的这些相貌 不作 不作这些分别 无分别故 不明为局 那不叫做取 所以 又不舍 也不取 又不取 也不舍 这正是 奢摩陀的子的相貌 《零本》三十一卷一页 一应准字 那里面说明这件事 可以明白这里的道理 准照那里说的 可以明白这里的道理 既此影像 以明影像 以明三末地相 前边是变异象 就是说明有分别影像 无分别影像的相貌 说明这两个索圆镜的相貌 现在第二颗你列一名 也是不同的名字 既此影像 既此你内心的这个影像 它的名字就叫做影像 移名三末地相 这个影像 还有一个名字 就是三末地 就是定相 因为你这个定 要靠索圆镜 才能够逐渐地逐渐地成就 所以它也是有定的一个相貌 这就是很明显的事情 你一撕掉了索圆镜 就没有定了 也就没有执 也没有执官了 这个索圆镜 一直在出现在你心里面 就表示你内心里有正念 就是还有执还有官 所以它是三末地的一个相貌 移名三末地所行境界 也叫做三末地里面 就是你内心所行的境界 就是以索圆镜 为你所行的境界 移名三末地口 还有一个名字叫三末地口 这个口或者是一个瓶子 有个口 有瓶子里面能出来东西 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个索圆镜 你逐渐逐渐这个定就出来了 也可以这么解释 移名三末地门 这个门可以出可以入 这个房子有个门 可以入到房子里 也可以出去 你有索圆镜 你从索圆镜可以入定也可以出定 所以叫做门 移名坐义处 就是这个索圆镜 就是你坐义的地方 你来警角你的心来 坐义发动的意思 发动你这个心 一直圆这个索圆镜 如果没有这个索圆镜 你在什么地方坐义呢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义处 移名分 内分别体 内分别体 这个索圆镜这个影像 是以你的心的分别为体的 你心里要部分别就没有了 就是你不意念这个索圆镜 这个索圆镜就没有了 所以内有索圆镜那个影像 是你的心的分别为体性的 所以叫做内分别体 移名光影 光影 就是有光 你阻碍这个光就现出影来 有光有影 这是很分明的事情 就是你内心里有索圆镜的时候 你这个索圆就会很分明 所以叫做光影 如是等类 当之名为所知是同分影像 出名的差别 云和是边际性 这前边是把前两种解释完了 有分别影像 无分别影像 这一颗前二解释完了 现在第二颗是边际性 有分别影像 无分别影像 是两个索圆镜 放在一颗里边解释 所以是第一颗 现在第二颗是边际性 分两颗 第一颗是真 云和是边际性 这个有分别影像 无分别影像 是在内范围的时候 修止观的时候的索圆镜 是边际性 就是南丁也是第一 这个时候索圆镜 所以这个就是比前面的还是那个境界 但是高 比那个境界高了一点 这里边分两颗 第一颗证 云和是边际性 怎么叫做是边际性 这个索圆镜 起这个名字 这是什么原因呢 底下这是真问 下边第二颗就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等于是解释 三颗第一颗是标列 为要所缘 尽所有性 如所有性 这就叫是四边际性 这个尽所有性 你所缘境的有这分两类 一个尽所有性 一个如所有性 这两类合起来 名为四边际性 就是这样意思 这是标列 下边第二颗解释 分两颗 第一颗先解释 尽所有性 先真 是云和名为尽所有性 这句话怎么讲呢 这是真下边解释 为舍云外更无余舍 比如说五蕴 舍云 舍云 以舍云为所缘境 而这个舍云之外 更没有其他的舍了 就是包括了所有的舍 都在内了 所以要是尽 就是全部都在内了 没有剩余的了 这个尽这么讲 是这样的意思 受想行思 运外更无余受想行思 也是 全部都在内了 全部的受想行思 都可以为舍云境 这个事情是这样 你没有入圣道之前 在凡复的时候 不可以这样子的 凡复的时候 意思 你这个所缘境 要有所悬载 不可以 所有的舍都可以做所缘境 你不可以这样子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只是能选在一部分 可以 但这个入圣位了的时候 情形不同了 它的境界广大高深 所以能够尽所有性 舍云外更无余舍 舍云行思云外更无余舍云行思 这样观察 一切有为舍云舍 一切因缘生法 不管是凡复的 圣阴的 言误的 清净的 只要是因缘舍生法 完全都属于舍云行思 在这里面 含舍了 一切有为法了 所以这也是尽车有幸的意思 一切诸法 借出所舍 前面是说五蕴 现在这里也说十八戒 十二处 这个十八戒十二处 你和前面说是有为似 现在说一切诸法 这就是包括无为也在内了 不但是有为 无为也在内 所以这一切诸法 是借出所舍 为借出所舍了 也是借出有幸 还是借的意思 一切所知是 事胜地说 一切所知是 就是所通达的事情 一切所知是 但是当然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事情 还是很有限度的 比如说欲界的人 舍界天的人 那和我们知道的又不同了 没有天眼通的人 有天眼通的人 大家的境界 所知到的事情是不同 有五通的 有六通的 那么所知到的事情 也是有宽瑕的不同 现在是说佛的境界 所知道的一切事情 就是四圣地 苦继灭到四地 就是寒舍了一切法了 如是名为尽舍有幸 这样子就叫做尽舍有幸 这就是所缘境 入了圣位以后的所缘境 是这样的境界 好 是云和名为如舍有幸 这个尽舍有幸解释完了 现在解释这个如舍有幸 为要所缘 是真实性 是真如性 由是道理 据道理性 这个如舍有幸分两个先是正 怎么叫如舍有幸呢 这是正 下面第二课解释 为要所缘是真实性 为要这个圣人 他这时候静坐修止观的时候 圣人这件事 到了圣位的时候和凡夫不同 凡夫 你要是 你躺在那里就容易睡着了 你要坐在那里有可能会好一点 圣人不能这样说的 你不能说他躺在那睡觉 不能那么说 他的行处坐卧 那是外现的一个虚妄向 内心的境界是不能以反复心的去多亮的 所以他这种所缘 他的境界是这样的 所以 为要所缘是真实性 是真如性 这个真实性 就是对虚妄说的 就是所缘的境界是真实性 不是虚妄的 这个因缘生法 这个因缘生法 犯说有相皆是虚妄 因缘生法 是凡是缘生法的 都是虚妄的 是凡是明言 假见明言来表达的 也都是虚妄的 就是 真如性 就是那个圣意地 圣意地是真实的 这个如是无差别的意思 这一切因缘生法 表现以外的相貌 是有差别的 但是他里面那个如意 是无差别的 圣意地是无差别的 这个真呢 这个真这个字是 是形容词 是形容那个如 这个如是真实的 它没有欺骗性 没有欺光性 这因缘生法是虚妄的 你看它是那样的 到时候有变量 所以它靠不住 你看天上那个云 你要是多注意一会儿 它时时在变 像一个大鱼似的 像一条树似的 时时在变 一切有恶法 都像云似的 都是会变的 你敢讲庸华富贵是快乐的 结果令你苦恼 并不快乐 所以庸华富贵是欺骗性 所以是虚妄的 不真实 现在说这个真如是真实的 它不欺光 你以它为依止处 永久是那样子 安乐自在了 所以是真如性 就是以词为所缘境 这是叫做真如性 有识道理具道理性 说真如是说的太高了 这是佛的无分别制 圣言的无分别制的境界太高了 所以佛菩萨有说一些方便的道理 从凡夫境界开始 也会说出一些 逐渐的逐渐的 达到真如性 就是这样子 你分成四个道理 有识道理具道理具道理性 就是佛说明有四种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能通达过去叫做理 你要有这个理通达外 顾名为道理 你要不讲道理就有障碍了 所以这个理 什么事情要讲道理就用一个通的过去 但现在是说有四种道理 这四种道理都是有道理性的 都是合理的 那四种道理 你为观带道理 作用道理 正称道理 范儿道理 这四种 这四种前面已经我们讲过两次了 如是要所缘境 尽说有心 如说有心 总说为以识编辑性 这是第三个总结这一段 如是 像前面说的这一段 要所缘境 要这个圣言的所缘境 有尽说有心 又有如说有心的 总说为以识编辑性 这叫识编辑性 识编辑性 识编辑性就是这样的意思 编辑性 是识编辑性 各式各样的识 有各式各样的编辑 这个如说有性是编辑性 是它的性 或者这么解释 好 云和所作成办 这是第三课 前面第二课 四编辑性 解释完了 现在第三课 所作成办 上了第一课证 怎么叫做呀 所作成办 也叫做所缘境呢 未修观行者 于圣文托批夫舍诺 要学要习 要多修习 为云缘故 诸缘影像 所有作意 皆得圆满 这是前面是证 现在第二课解释 分两课 第一课出所作事 是分两课 第一课一课清静 这个所作成办 从字面上看 就这件事做成功了 就叫做所作成办 做成功了 那么前面说 这个有分别影像 无分别影像 是内繁位的所缘境 是编辑性 就是见到以后 得无声发言以后的所缘境 现在所作成办 就是无小道的时候 到最后成功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所缘境 当然是 用三层佛法来说 就是阿罗汉 必知佛和佛的境界 当然最圆满就是佛了 这所缘境 未修观星者 这个所作成办 这个所缘境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修观星的因 他现在这个程度 于摄摩陀 于批波舍诺 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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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修 为因缘故 因此 你不断地这么修习的关系 诸缘影像 诸缘影像 所有作义 你这个 摄摩陀的诸缘影像 批波舍诺的诸缘影像 都是作义 这所缘境 看这个批寻记 于什么都要批波舍诺 要学要习等者 奢义门份说 本欲切实的论 奢义门份 说 要修者 未有了相作义故 七种作义 第一个作义是了相作义 对于那个相貌 你有所厌识 了相作义故 那就叫做修 这个修就这么讲 你的了相作义叫做修 要习这句话怎么讲 你未有圣洁作义故 有圣洁作义 圣洁作义是什么 你就是得到禅定了 这个前面了 这个了相作义 还是文思智慧 文所称慧 四称慧的境界 这个圣洁作义 就是你已经达到修慧的境界了 就是得到禅定 在禅定里边 修诸法式相关的时候 那叫做圣洁作义 这个圣洁作义 叫做要习 了相作义叫做要修 这样说 这样解释 多修习者 未有余作义故 这个圣洁作义以后 还有远离作义 摄要作义 观察作义 夹行究竟作义 夹行究竟国作义 还有这么多的作义 这么多的作义 同名之为 多修习 就是要修要习 要多修习 这三句话 用七种作义来解释 是这样意思 这是一番解释 下面第二番解释 由要修者 为于所知识而发取故 于所知识就是所缘境 于所缘境 开始修行止观的时候 叫做修 好 这样意思 要习者 为物间因众 修家行故 第二句 这个要习什么意思 就是不间断 一致的这么修行 今天也修止观 明天也修止观 这个月 下一个月 今年明年 一致的这样的修习 要修 为物间断 因众你 就是你非常的 印真的 周遍的去修行 不是麻麻糊糊的 这样的努力的修行 就叫做西 多修西 多修西是什么意思 你 为于常时修修西 是常时期的 大批菩萨论说乳童的那个因缘 乳童是加瑟夫时代的一个因 一个因 在如同是释迦摩尼佛教化的一个弟子 但是他在加瑟夫时代修行过 修行了一万年 加瑟夫时代的因寿是两万岁 他出家修行 修着戒分别观 修行了一万年 这一回来到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来度化他 他得了圣道 就成功了 是修行了一万年 可见是常时修行 为于常时修修西过 大人家我们听见这种话 心里面就烦了 叫我静坐两个钟头 我都不欢迎 这是不容易 但是你要是修静坐的时候 假设修一个钟头 你一念不生的时候 你修坐两个钟头不感觉难 你要是一坐可以坐五个钟头 只观相应的时候 你听见说修一万年 好像和一天差不多一样的 你就不害怕这件事 不烦 就是不相应的时候 坐了半个钟头腿疼 这样他害怕 一万年还了得 这是因为自己的程度不同 自己的想法就不同 所以主法所生 为你所限 这些话是对的 是常时的修行 为常时修修西过 叫做多修西 持缘满过便得转移 一切初衷 一切初衷熄灭 一切初衷熄灭 就是你的心 或者说加一个身 就是身心是所义 就是一切的罪福 以此为一之处 就是靠你的身心来造一切罪 造一切福 修一切圣道 都是以此为一而成就的 要是离开了你的身心 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你还能做什么 什么也不行 所以我们的身心是我们的本钱 一切一切要靠它去成就的 所以叫做一 现在说 你这什么脱皮肤舌脑修圆满了的时候 就是你的身心转变了 把你的身心转变了 转变什么 变化 有什么变化呢 是一切初衷熄灭 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弃色了 这个初衷 真实地说你就是烦恼的种子 就是一切烦恼的种子 烦恼的种子是初衷 是令你苦恼的 只叫做初衷 这些东西完全地熄灭了 被你这个身脱皮肤舌脑把它排解出去了 这就是你的身脱皮肤舌脑修成功了 是这个意思 这个有 这就是断得 是断得的意思 前面那个舌脑皮肤舌脑的一些 要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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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 现在这就是说果了 就是你能得到这么一个果 有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科叫做 这个科叛的名字叫做依止清净 就是你的身心清净了 身心的不清净 就是我们有烦恼 有烦恼的种子 就是不清净 现在把烦恼烦恼的种子洗灭了 就是你的身心清净了 所以说修行的时候 你得了什么样的果报 得到什么好处了 主要的好处就是心清净 身心清净 没有烦恼 这就是你的修行的成就 所以你要问自己 我有没有修行呢 你就看自己心清净不清净 很容易知道 很容易知道这件事的 这是这个依止清净 得转异固 现在第二个所缘清净 得转异固超过影像 基于所知事有分别限量至见圣 这是第二个得到的功德 得转异固 你用什么多披霸舍诺的 长时期的用功修行 把你的身心转变了 转化了 这时候把这一切烦恼都消灭了 超过影像 这个影像 一切法都是心的影像 都是心的影像 但是我们没有修行的人 不知道它是影像 这影像是虚妄的意思 你要知道它是影像 就知道它是虚妄了 我们不知道它是虚妄 因为是真实的 就被这些虚妄像蒙蔽住了 就是种种的颠倒妄想 火也火就在这里流转生死 现在你把一切的烦恼 烦恼和烦恼的种子 洗灭了的时候 你就超过了一切虚妄的境界 不被这一切虚妄的境界所迷惑 所欺光了 是这么意思 基于所知是有无分别限量之间上 就是所知是也就是这个影像 就是这个所远镜 对所远镜有无分别的 这个分别就是虚妄的分别 没有这一些虚妄的分别 这个限量这句话 在这里说就是不颠倒的意思 没有颠倒啊 迷惑叫做限量 在这个音名上说 是说你有正确的理论的根据 对于那件事有符合时机的判断 它叫做限量 现在不必说这样解释 就是你心里面没有颠倒的迷惑 叫做限量 有这样的啊 这个清净的智慧啊 现前了 这个自见生啊 智慧 你也有了这个清净 无分别的智慧 就能见到真理了 所以就自见 或者说这个见呢 是推求 推求的意思 这个 智是决断的意思 由智慧而能推求真理 由推求真理而得到决断的智慧 或者说就是智就是见 见就是智好了 就是无分别 没有颠倒错乱的清净 第一个智慧出现了 这个由这个智慧出现 这是智德 前面一切初衷皆已消灭 是断得 那么你没有一些烦恼 你就得到清净的智慧 有清净智慧就见到真理了 那么当然这是圣心的境界 入出净律者得出净律时 于出净律所行境界 这是第二课 闲锁行境 前面第一课出所做事 由于圣瓦托批布舍诺的修行 你得到这两种功德 一个断德 一个智德 但是你这种清净智慧的成就 不是孤独地就能成就的 它要有禅定做它的一致处 其实就是前面的那个圣瓦托 圣瓦托成功了 也就是这个四禅八定 入出净律者得出净律时 于出净律所行境界 就是你的圣瓦托修成功了的时候 你就正入到舍界的出禅律 入到这里得出净律的时候 怎么叫入出净律呢 就是得出净律的时候 你修这个七种作义 在未到地定里面修七种作义 就是修不静观 灭除了欲 这个出净律就出现了 于出净律所行境界 在出净律的时候 寻思喜乐 心意净性 那么这就是出禅的境界 你在出禅里面修披不舍诺观 而断除烦恼 见到真理 那么这就是于出净律所行境界 出禅的时候有这种堪能性 入第二第三第四净律者 那么你就得到第二净律第三净律第四净律的时候 于第二第三第四净律所行境界 就在这个摄魔陀里面修披不舍诺观 而一切出众席皆洗灭 就是超过影像 基于所知识 有无分别限量之见神 也是这样意思 这是说舍界的四禅 下边 入空无边处 实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不想处 这是无舍界的四空定 得而彼定的时候 既于彼定所行境界 就在彼定里面也是修披不舍诺观 但是在非非想处不能修观的 如是名为所作成办 这个释迦摩尼佛是在舍界的第四净律 修缘起观 得阿阿多罗三脉三脉 所以这里面说一切严修行 你也要有定 你要有未到地定 或者是舍界四禅 或者是无舍界定 也要这样子 如是名为所作成办 这个所作成办 这个所缘经就是这样意思 解释完了